前桃園市長鄭文燦涉嫌在華雅科土地變更案 收賄土地 但各界質疑恐怕不止這一樁 因為十年來 鄭文燦財產暴增 光是現金存款 就從八百多塊激增到三千多萬 甚至被發現多處房產沒申報 大安序就有兩戶豪宅打通 總價約一點六億 登記在岳父和兒子名下 桃園的中越豪宅更傳出是用人頭戶購買 名嘴說鄭文燦積壓短短四十七天 檢方就匆匆起訴 恐怕是上頭有人想止血 就怕查出更多案 兩張押票一張兩個月 他最多可以押四個月 那為什麼他根本兩個月都不到四十七天 哗啦哗啦就把他放出來 為什麼這麼熱 在看守所又臭又髒 哇這個龍蛇雜鼠 好啦好啦夠了啦 怎樣就讓他出來的 這個案子是在眾多江湖船裡面 最小的一個案子 這麼小的案子 你都拿五百萬六百萬 那其他的呢 鄭文燦七十六分鐘 就籌到兩千八百萬的交保金 光是床頭案� 就有六百七十八點五萬的不明現金 網友嘲諷搞不好 這只是鄭文燦忘記帶走的零頭 檢方說要另案偵辦 但馬上被戳破 民進黨說的另案恐怕是這麼辦 我以前在台北地點署 就被檢察官電過 吳淑貞跟陳哲男一起炒股票 然後我那時候我就問檢察官說 你怎麼沒有查 你不懂啦 我另案偵辦了 十幾年吳淑貞跟陳哲男炒股票 他辦一個叉叉 但他哪有辦 結果那個檢察官 現在在大的律師事務所 一年不到幾千萬 另案 他那是票 騙你的啦 七年不動 一動很快就起訴了 有沒有抓小放大 大家都不是笨蛋 鄭文燦到底他按了多少 為何壓七年不半 就怕民眾永遠找不到答案 接著張宏司 李卓宇 SL組 台北報導